2022克股明星纵谷客运季光彩客装系列活动 16号晚间在瑞瑟天河国际公光酒店热闹开场 县府客家事务处处长彭伟族表示 接下来连续三个星期周末假日晚间 都会有精彩的古镇、定幕剧等节目表演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时而悠扬、时而澎湃 如大山大水席卷全场 国内外知名古艺团队十古级 精湛的古艺为2022克股明星纵谷客运季精彩开幕 在地社团及富原地区学习古艺的学者们 两声打造的古艺演出不让十古级专美于钱 彼此尬古以古会友撼动全场 将近有26年之久的瑞士乡赴元春靶仔庄古王争霸站活动 今年首度遗失到瑞瑟天壳国际观光酒店举行 不仅花东纵谷各客庄乡亲 各乡镇市客属会 行政院客委会副主委众孔赵野清零会场 深刻感受到众谷独有的客运古镇文化的节奏 感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因为你们支持客委会 让我们客委会相关的活动 在发动的众谷里面 能够开发 能够绝广 也能够让我们客家的母艺传承下去 也让我们客家的文化 一代一代都能够激放 东台湾是由多元族群融合的部落和客庄组成 所有的美好文化也都串联在众谷里 现在不借由和天和国际观光酒店的合作 提升活动能见度 今年暑假强烈感受众谷的客家文化 非常多的国际的观光客 我们很希望我们客家的活动 不只是客家的活动 在美国只是泛养我这个学家的兴致 我也非常泛养我 老这个学家的文化 可以退绑到国际上 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 不同族群的人都能够跟我们亲近 2022客股明星纵谷可以云记光彩客庄系列活动 每周六日晚间7点到9点 在瑞穗天河国际观光酒店登场 每场次除了有花莲在地农产品展示展售 现场也会有摩采活动 每场次的摩采品也都不尽相同 好看好吃好玩又有摩采活动 今年剩下千万不能错过 想追到更多的活动讯息可上网搜寻 众谷客运记粉丝专业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道